我觉得关键是这样子 他宏威的 他这个应该是接到人的检举 所以他经过了一连串的 这个时间的查证之后 所以呢 把这个东西揭露出来 他第一个要打的 当然是陈其迈的这个人设 就是以从政为初衷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设 跟他的暖男不服 第二个还很重要的 其实是在他的那个执照的问题 就是说他今天呢 他强调的就是说 陈其迈说我已经还了钱了 但是不只是还了钱 而是依照当时的这个规定的话 你如果没有服完这个年限的话 在教育部规管的这个情形之下的话 你的这个证兆恐怕呢 是一个更大的疑问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个 柯知恩说好戏还在后头 那他到底还要再继续的揭露的 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那昨夜什么像医师公会啊等等呢 都在第一时间跳出来呢 帮这个陈其迈讲话 但是他那个牛头不对马嘴 他们帮他在讲话的是强调说 他当时念了这个医学院之后啊 然后呢去到这个公卫的体系里面去 因为当时的公卫体系很冷门 然后他历任了 不管是担任立委 或是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帮着整个体系做了多少事情 这个跟他到底是不是拿了公费 可是呢是真心从政假心从医 还有他的症状的问题 这完全是两回事啊 这个现在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在一起 陈其迈呢 现在呢是希望用个冷处理的一个方式呢 把这个风头给过去 但是关键就在 有没有下一步就要看他们再继续 拿出什么样的一个证据来切 真的能够揭穿他的不具医师资格 这个身份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江委员 刚刚两位都有提到啦 一个就是说这是公费这个机会 就因为这样就不见了 这其实是对很多人讲 也会觉得说那你颤了这个毛坑之后 然后你用还掉那个费用 然后就好像就没事了 其实这也是相当不公平 尤其不是每一个人的家里条件都那么好 那你既然呢选择了这个公费 那除了说省钱之外 应该也是代表你有什么样远大的理想 你愿意去负担这个责任跟义务 可是就这样子结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 那这个有点不负责任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有道义上 即便你还了钱了 但总是还有一个道义上面的问题 甚至就是包括刚刚提到说这个政道的这个问题 这个可能都必须要进一步对社会做一个说明 给大家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因为毕竟这是公家的资源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大家对于这种事情的看待 会觉得说如果说你担任一个市长 或者说你建议你自己是暖男的话 那为什么当初你不去把这个去偏乡行医这样的事情 去好好的服务大家一下 因为既然你现在都要服务市民了 难道你服务市民是纯粹只是政治的思考吗 而是要一贯性的让他觉得说你真的是为民服务 你真的是为 做一个医生其实是民众很尊重的 而且觉得说他的那个责任 还有给民众那种信赖感 是从行医当中发生的 可是现在我们 曾经给外界的感觉就是 认为说你是一个医生 你过去曾经是一个医生 那所以大印象是停留在那里 可是现在揭穿出来是说 你没有去行医啊 那其实这有点说谎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做一个真正的问题 应该是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过去这一段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真的认为不是前的问题 你看这边我刚刚找一个报纸 中国时报2021年1月3号去年的 他这边就讲嘛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新闻是说原来公费要服务六年 现在改成十年 当然很延 十年都要在偏乡离岛 或者其他地方服务 他这边讲一个 他说呢 这个现在九个医学系提供 七十一个公费医学生 九个医学系 那但同一个大学的医学系 公费生可能比自费生低一级分 第一级分就低很多 那个你看那个自费生 同一级分都竞争很厉害 都很多可能被淘汰的 那你很多就我宁愿自费 我不要公费 那你说我愿意公费 要比自费生 大部分都是低一级分 代表也低一级分低 低一级分低很多 差很多 所以换句话说 不是钱的问题 你们也是钱 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钱谁出不起那个钱 台湾这个社会 你考上医学系 怎么出不起那个学费呢 不是这个问题 是你能不能念到医学员的问题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